立位纪第二章 如果有人献宿祭为贡物给耶和华 他的贡物要用细面 他要浇上油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从其中取出一把浇了油的细面 连同所有的乳香做贡物的象征 焚烧在祭坛上 这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寄于圣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至圣之物 如果你献炉里烤的物做素计的贡物 就要用细面调油所做的无效饼 或是抹上油的无效薄饼 你的贡物若是用尖盘上做的物做素计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 你要把它剥成碎块 浇上油 这是素计 你若是用浅锅中煎的物做素计的贡物 就要用细面调油做成 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做献给耶和华的素计 奉给祭司 让他带到祭坛 祭司要从素计中举起象征的部分 焚烧在祭坛上做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素计余圣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至圣之物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一切素计都不可发酵 因为任何效与秘 你们都不可焚烧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你们可以把它们献给耶和华做出熟的贡物 只是不可烧在祭坛上做新香的计 你献做素计的一切贡物都要用盐调和 在你的素计上不可缺少你神立约的盐 你的一切贡物都要用盐调和献上 如果你把出熟之物做素计献给耶和华 就要献上轰过的新麦穗 就是碾过的新骨粒做素计 你要浇上油加上乳香 这是素计 祭司要把贡物的象征部分 就是一部分碾过的麦粒和油 连同所有的乳香一起焚烧 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